《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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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荣幸 许语老师可以参加我们县委会 帮我们讲座 许语老师 许语老师 很多老会员都应该认识许语老师 他是很有名的记者 《许语》 街拍、拍新闻 得了很多奖 所以我们这次很荣幸 而且谢谢书彩金 帮我们联系徐老师 我们才有这个福利金 这次听到徐老师的讲座 所以我尽量会把大家的声音关掉 有什么问题等到最后的时候 一下子一起问 那我们就让徐老师 现在可以开始了 徐老师 OK 好 谢谢会长 谢谢各位好朋友 大概两三年都没看到了 David还在台湾 OK 今天我就大概准备了大概有七十几张的slide 那我尽量把握时间 然后谈一些这个跟新闻摄影 还有也稍微谈一下街头摄影 我想大家在街头摄影应该是都会很好的 很丰富的经验 那 OK 新闻摄影很简单 就是 就是 就是透过 用镜头来描 来描述新闻 那 跟文字记者最大的差别 那当然就是 我拿相机你拿这个笔来描述 这里面有一个 比较重要就是说 我想大家都已经听过了 那一定知道这个 就是 一张好的照片就可以胜过千远万远这个 那 那 因为这一句话就是等于是支撑了这个 新闻摄影重要的一个 那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 每天要追求的就是希望说真正的说一张 把一张照片能够用 不管在构图或者是说你在细数一件事情的时候 能够很容易的这个表达出来 那这一句话一直支撑我到 even到现在 从我开始进入 开始摄影 到even到现在 我还是认为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upport 我一直要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一个动力 OK 这个 上面这个照片当然 可以看到这个 当时这个 大概一个世纪之前 的这个 使用的相机是什么相 那底下这一张应该 我相信很多人可以 可以看得到说这个是 Lockfader Center在 这个 这个 我就不用再多解释 有一个点我想要讲出来就是 你可能会觉得是这一条 这个铁丝啊 这个会干扰 那 以一般来讲呢 现在来讲 我可能会把这个铁丝给 想办法给用 以现在的那个 Photoshop来讲 这应该很容易 可是当时是不会这么做的 那这里面也牵涉到说 嗯 OK 我这里引用了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 这个等于就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 一位摄影记者 他等于是一个很 很 很直接的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 一个电话 他说假如你 你照片拍得不过好 就是因为你靠得不过近 他最有非常有名的一张照片就是 诺曼蒂登录 我想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 那 新闻摄影 最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他可以让 世界上每 等于是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可以看得 都知道说 这个世界各地发生了各种社会现象 就像现在那个乌克兰的一个 俄罗斯入侵俄国兰 不是 乌克兰的一个 一个实况 我想每天报纸都都在 看这个消息 那今天要谈一下说 首先要先谈一下说 新闻摄影 特别的 列别没有 其实没有那么那么严格 那 那 新闻摄影基本上就是跟文子的 这个报导是相配合的 那比如说简单来讲呢 就是有独发新闻 或者是一般的新闻 那也包括比如说这个 生活艺术跟娱乐方面 那有军事跟体育啊 社会新闻这些 后来我找那个 就是何塞 那个世界新闻摄影讲里面 他把这个 他的分组啊 我觉得这个是 蛮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将过以前啊 就是把一般的新闻 所以很自然的分类出来 那听说这个去年9月开始有新的一个规定 那这里面 所以 所谓 刚刚有提到所谓 当 当代议题 很明显的 2021年最 应该是 应该是2020到2021最明显的一个 一个议题就是 COVID-19 所以 像这样的那个题材 自然会 会受欢迎 那其中这个 底下这一张就是 Sea Lion 这个Pray with Mask 这个 当时有一个议题 其实这个环保有关系 有人提议说 很多这个 动物因为 这个 或者是 抓到这个 口罩 结果里面的那个 比如说乌龟 也好 他的那个 这个口罩的 这个 这个两条线 会 会缠住他们的嘴巴 什么 这个造成也是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 一个问题 当然 新闻摄影最重要就是 他真实的呈现故事和事件 那这个照片是 应该是 2018年时候要 在一个SpaceX 要从那个佛罗里达上空 发射的时候 他有 他有一些 公布他的 这个 发射的时间 会经过哪里 所以像我想 摄影协会 很多很多 最终很多 很有研究 找到一个 适当的地点 那最终的这个 就是一个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是金门大桥 那也就是一个 加州的一个 一个 一个地标 一样 那假定说 我们可以想想 假定说 今天没有这个 金门大桥的话 你这个 这个火箭射上去 在哪里 可能就很难 可能伤害 你不知道 所以 这里面要 特别强调就是说 你要 当一位摄影记者 你要很强烈的新闻 那个触觉 你到现场说 你要怎么判断 这个 你应该站在什么位置 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例子 可以 那 同样的 你要怎么样 把这个 影像 表达出来 过去 一直强调就是说 幸福射影 不能有 太多了 那个Foreshot 来处理 那当然更不可能说 是有合成 合成照片的 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动作全战 那 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 那当然 会有 会有这个 危险性比较多 比如说 你跟文字记者比起来的话 他可以在家里 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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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写新闻 但是摄影记者 你不到现场就 你就没饭吃吧 就这样 简单这么说 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 我 这个 这个都是 比较 算是比较 很有名的一个 新闻摄影记者 刚刚提到就是 Robert Kappa 他讲的就是说 你要是 照片不过好 就表示说 靠近 靠得不过近 靠近 那 他因为这句话 他在 二次大战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 是 是 对 对战争摄影 等于说是 战地摄影 是会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人物 这个照片是在 Roman D当中 他拍的照片 一般我们看到 这个 灰州的影像 大概也都是 跟动物有关 可是他 George Roger 他注重的是在 这个 灰州大地上的 风土人 既有 既有既实方面的 所以他留下很多 这个很珍贵的照片 对 刚刚我提到说 摄影记者会 在现场 会有 会有 生命危险 那这位日本的记者 就是在 采访缅电的 一个 抗议行动 抗议的时候 这个被 在2017年 采访缅电 反 经政府 示威的时候 被打死 我记得比较讽刺的是说 这个 当他被 枪 打死 打击中之后 倒在地上的时候 路透社的一个摄影记者 竟然拍到这张照片 左边这张照片 那 得到当年的这个 补一支架 土外新闻 突变成 这里有描述是说 他倒地的时候 还继续在拍照 ms 不 退 多 동안地民众 所 出現這種,就是好像身體,就等於說是有病變的時候 那他在採訪這些事情的情況之下就被毆打 然後當時是一個人是失禮 我們從這個照片可以看到他的張力 我這樣會不會講得太快? 不會,不會,不會 OK,好,另外一個是 Robert Frank 就是他以他對美國生活的諷刺描繪 用了很多,這個是他出了一本書叫 The American 那他使用的主題形式,概念會變速,來連結怎麼樣 讓這個影像更為不錯 右邊這個照片大概都很清楚看不到 大家都,我相信大家都看過了,這個是《月戰》的時候 那我這裡要特別提出來就是說這個 在Facebook上面這張照片是不足夠被刊登的 理由是說為了保護這個兒童 但是有一個反應就是說 怎麼樣讓照片可以反映出當時的一個現況 可能比現在要,以當時的狀況來講的話當然是 比道德或者是說為了保護兒童還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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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所以那裡面有提到說 土式價值要拿捏恰當 就是要先認識歷史,把焦點放在大家認同的一個人文價值和理念之上來 我是比較同意這樣的看法 後來這個女孩子就是 嗯 就 大概幾位,燒傷的程度是蠻嚴重的 那 最後,這個是他長大之後 進這個 所留下來的那個 那他當 他後來是擔任這個 他叫金服 他現在 後來成為這個燃油國親善大使 從實供藝私營 這是在 二戰的時候 這個日本侵內中國的時候 王小平也是算是當時這個 登記記載了 就是中國第一位姓名可考的新聞攝影記者 那當然是前輩的前輩的前輩的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說這個場景 假定沒有這個小孩畫 沒有這個小朋友的小孩子在這裡畫 所謂中國娃娃的話 可能就整個整個力量就減 就整個新聞攝影 他要表現的張力就等於就是完全消失了 所以但最重要就是說 這張照片登在生活Live 那依照描述老師說這個 本來是對美國民眾對支持日本進出中國的問題 反而是覺得說這個是一個很關鍵 所以大家認為說美國應該出兵 所以就像那一張這個 就像那一張這個 Sorry 回來 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也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這個美國提早在結束業障 所以 就是這個 這個 等於是 三月份 我們最近的一個 就是 應該這麼講 就是現在這個 烏克蘭的一個戰爭的情況 我們剛剛提到說這個 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夠好 說明你靠的不夠近 不過這句話 不但是用在戰地攝影的一個 那事實上 對 等於說因為我們可以靠近 所以 才能夠實際的觀察到 說 因為 因為過 因為我們靠得很近 所以 這整個對 對戰爭的一個看法 又不一樣 這兩個攝影記者 或者說是 不但是攝影 而且是 也有蚊子 它 他們很 比 在 等於說是 入侵的 前幾天 就已經到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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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叫做 瑪麗波 瑪麗波 烏波爾 也有叫做 瑪麗波 嗯 但是 他們後來 提早離開 他們只待了20天 對 原因是說 蘇聯已經把他們 淚入這個 必殺的對象 所以這個 當烏克蘭的軍隊 趕快把他們救出來 然後送到一個 比較安全的地方 那 後來他也覺得 還蠻可惜的 說 沒辦法繼續 待下去 那 那 這裡面 有一些照片 這個是他 這個當地的民眾 躲在地窖裡面 這個地下室 這個也都是一個 他們的 那個 shelter 這是其中的一位 那個 記者 這是這一期的 湯 雜誌 特別 有好幾個 配局在報導這個新聞 我想就沒有怕這個時間 哇 馬上就 半個小時 我想我快一點 這一部分就不用了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馬格蘭通信社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通信社 我比較要強調的就是說 它是一個有 等於說是全部由攝影師經營管理的一個公司 它的照片的版權是屬於它自己 不是屬於這個通信社 不管 嗯 不管你是任何題材 或者是 簡單講就是說我拍了一張照片 登出來之後 分給 攝影記者多少多少那個 費用 那 馬格蘭自己有留多少費用 但是這個 版權是屬於 歸攝影記者自己 攝影師自己 我只介紹一位 因為他是我的師 這個長期已經 好幾年 這個是在包里街 嗯 他當時拍那個 新移林來的 這個的生活 他為了加入這個馬格蘭 有三次這個interview的機會 他第一、第二次都沒過的時候 到了第三次挺快的 快瘋掉 後來他真的得了憂鬱症 就是因為他一直沒有這個 為了想要加入 然後挖了很多精神 跟時間 後來當然是他等於說第一位 華人的攝影家 進入馬格蘭 現在好像有一位叫做 忘了 應該是中國的一位攝影家 他現在人在烏克蘭 你 主要的 他拍的主要是 跟那個爛靈有關 就是逃爛的一個過程 我這裡只簡單的拿了幾張照片 現在要談就是我自己 就是比較強調我自己的那個 我受影響的一個情況 左邊是我的 我拍的就是大概 一九 我剛到紐約來的時候 這個在 Chanel Street 跟那個 Mark Street 交口 右邊是布雷松的照片 我承認我受他的影響很大 就是看他的照片 然後就 也有時候會模仿 那事實上 當然 可能不是那麼一模一樣 但是 我在我的腦海裡面 這個 就是一直有他的影響在裡面 所以他的書 我一直 不管 因為現在我還是常常在看 我想這些照片大家 相信是都看過 這是香港的那個 這個攝影家 有人稱他 是東方的夫類手 OK 他的 給我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印象 就是他的影 這個 影子在 投影在地上的這個相互 跟那個 主體的相互關係 這是今年的那個 在Flashen 舉辦的 一個 那個 新年遊行 我那天去當然 其實我只拍一個鏡子 就是這個鏡頭 因為拍了好幾年 都 都覺得不理想 我要表現的是說這個 地上的這些影子 跟 其實 每一個人戴著口罩 你也不知道誰是誰 嗯 接著是 嗯 接著是 OK 這是 剛剛有提到這個 Robert Wink 左邊 我們到 中國街很多大的餐館 大概都會看到 類似這樣的 那 有一點相似 但不完全是 左邊這張照片在去年9月的時候被這個 埃檔這個 我放在地下室結果 就淹了水 這個 泡過水之後我想就 等於說是救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都是張希希的 那我也不想去把它這個擦掉 為什麼我想 哪一天有機會在展覽時候 明明就用被淹過水的那個 的照片 嗯 Cokey我想 不許大家 多少人認識這個 這個 這個攝影家 啊 他在 這一次的Covid 啊 就 因為染疫了 所以 沒有 沒有辦法 這個 醫治 所以就 過世了 一個 大概73歲的時候 就是 這是我在 2020 嗯 在Froshen街頭 看到他們所拍的 大概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們 那他 他有一個 特性就是說 他致力於恢復 對亞裔 尤其是 對 他的 他的照片的重點大概都是在亞裔方面 不管是菲律賓、日本或者是華裔 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可能記錄了亞太裔社區的變遷和扣張 他有一句話 這個是從那個New York Times的訪問的時候 他把他找出來 他說每一次從那個包包裡面拿出相機 就是 就像在拔出一把劍來對抗這個 不公不義的 不公正的 或起始 那 這句話當然也有 我當然 我們大家 大家都知道 我們把相機都擺在包包裡面 可是拿出來 是不是都像拿出一把劍一樣 我想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做的 可是 他這個四十幾年來都是 就是 就是 可他的相機無處不在 他 他成了一位 這個 亞裔美國人文化遺產的一個 一個性侵庫 這個 這個 江六 這個 劉順宇他說 實際上如果沒有他的 我們的洗頭歷史 可能會被護衛 那 他最有名的 最 大家 大概 比較容易知道 就是說 這個是那個 19 1869年的時候 等於說是 東西兩邊的鐵路 當年的 這個 有很多華人在 在幫忙 這個 建造鐵路 可是這兩個鐵路 這個 聯通的時候 一個慶祝會上面 竟然沒有一位是華人 所以他覺得說 這個是對華人一種嚴重的一個 所以他在 他在 大概 六七年前吧 可能更早 就 在一個儀式 也是這個 慶祝這個 叫做 GOLDEN SPIKE的一個紀念遺書上面 他就特別邀請 大概一百多位 華人 就 回到這個現場一樣 然後拍了這張照片 那 他有一些照片 等於是紀錄了當時這個 整個 華人在這個社區裡面 尤其是紐維好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這個 值得大家這個 我覺得對我來講 就 就我個人來講 就是當然是 很欣賞 很 跟他認識很久的一個 這是1976年 1975年 這個 因為有 這個警察 他 暴行的時候 有出現這個 Anyway 應該怎麼講 我就照這個練習 紐維爆發 針對華人 警察 暴行的抗議活動的時候 他 拍到了一位 渾身是血的籃子 被警察帶走光 他 因為蹬在 紐維市 那個 紐維上面的 這個影響蠻大的 那這個是 第二年 針對這樣的一個 一個事件 那個 就是警察 暴力的 事件的時候 花了錢 你看 都很多年輕人都站出來 接著我來分享一下 我個人的一些 一種作品 這是我在歐海爾內術的時候 拍的這個照片 這個 一般人 你說房子在燒 怎麼可能消防隊 這個消防員還在 在旁邊納糧 這個房子是因為 已經要拆掉了 所以這個 屋主同意說 讓這個消防局 消防隊來做一個 練習用 那 當時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我就 也經過他們同意 那我也在現場拍 那 我拍完之後 我就想說 我大概洗了幾張照片 送給這個當地 我們那個學校附近的那個 那個 報紙 那他用了這個照片 那 我拍的方式 跟一般的方式 這裡等一下會看到這一張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在那個 Washington State的一個消防隊 消防隊 一個 Riverside Fire and Rescue 這個 我從那邊找的照片 這個 有點相似 但是 我常常會模仿別人的 但是我會改變一下 他 他 不同的一個 一個 拍照的一個方式 我 我並沒有要求說 這個 所有的 之後 要怎麼樣 大家合照 我是用一個比較 我自己當時想到的一個方法 比較先 這應該是我剛到紐約 因為沒多久 在 在馬街的時候 這個 過年 當時是可以 放鞭炮 那 後來 Giuliani就禁止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都只能在 公園裡面看這個 所謂專業人員來幫我們放鞭炮 這個是有點諷刺 這個是 同性戀遊行 我要表現的就是說這個彩鋒旗 這個 主要是 以彩鋒旗 來 這個是用好像有點遺言的 來辦 那 我大概只要參加 同性戀遊行 我大概會有會長不同的角度 那前面大概 我想大家知道這是那個 23階的運動大樓 那 當然我也拍那個 帝國大廈的 這個 當作背景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一張照片 這個 我記得大概 我剛到 紐約來的時候 那是1994年 然後 後來 就很多 新移民來的時候 不管是從 福州或者是哪裡來 很多新移民 因為 因為要工作 都很辛苦 那生了小孩怎麼辦呢 但自己沒辦法 沒時間照顧 所以就有 這個 專門 或者是委託 自己的親人 或者是委託 那個 有專人 把小朋友送回家裡 送回 譬如說福州也好 這是哪一個地方 然後等他們大概 快要上幼稚園的時候 才接回來 那這個是在一個 滑航的班級上面 那我大概是坐在前面 那 我正好要去洗手間 我一轉身一看 怎麼會有這樣的畫面 尤其中間有一尊 尊那個菩薩 這個叫搖齒驚乎涼涼涼之類的 我會記得是這樣的 那我想說 這個太奇妙了吧 這個 所以我做回 我會回到我的座位 把相機拿出來 我記憶中只有拍了兩張 三張 因為我覺得 這個 我當時 做 沒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 問他們的名字 或者是相關的信息 我是很想說 哪一天可以找到這幾位小朋友 那可能很有意思 那可能很有意思 這個拍攝的地點 跟張前傑拍那一張 在陽台上面吃麵的那個 那個地點影像 背面就是地口大廠 這個是七月天的時候 天氣很熱 所以很多人就家裡面 公益 那個 那個 住了地方沒有冷氣之後 就在陽台裡面睡覺 這個是1995年的時候 有一位專門送外賣的 一位 這個 子學生 一位被搶 他呢就 被搶了之後 就把歹毒給 從 本來是這個一個工藝的一個 一個玻璃門 他竟然把那個 玻璃門給堵住 不讓那個歹徒給逃走 結果歹徒拿槍出來 就 往他身上開了一槍 那這個是彈孔 這是他女兒 這是那個 那個victim的那個太太 當時呢 這個很多人都在外面 那我是覺得說 他們有可能會來看這個當 所以我在 我已經stand by 在那個裡面 因為我覺得 假如你說我也是站在外面的話 一定拍不到這樣的畫面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 攝影記者要有一種 當機立斷 然後要怎麼樣去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 你要應變 我用什麼角度才能夠拍到這樣 這個 應該是 20 我竟然忘了是那個 那個 那個 不過大家應該還記得這個 皮特亮的事情 我那天休假 可是我想說這個場面 這個應該不能 不能 不能 miss 掉 所以我到了現場 那 這個穿白衣的是我的同事 因為他很早就到 站在前面 那我想我不要跟 跟別人律師 就站在裡面 所以我站在後面 這個群眾後面 這是用 魚眼的鏡頭拍的 那 一般新聞攝影的話 就是說 你 往往有一張照片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表現的話 你最好是 有一個大的場景 然後有小的景 來搭配 其實我也有拍這樣的照片 只是我一直找不到 所以我去找那個 AP的一張照片 我這裡要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 在紐約時報 他們很重視這個 credit 一般 假定說我們在華人媒體裡面 華國媒體裡面 大概頂都寫一個AP 美聯社 提供的照片 但是他會把這個Photographer的名字 我說 那個紐約時報 他會把那個Photographer的名字給寫 給標示出來 那這個很簡單就是要尊重 對這個Photographer的一種 Photographer的一個資助 這個是在賓州 我忘了哪一年 或許大家還記得這個 Gordon Gordon Adventure吧 金色冒險號 這是他們被關了幾年之後 由當地的這個慈善團體努力 把他們給救出來 所以他們從監獄裡面 大家提著 你看這個穿的紙 大概都一樣 然後提著自己的家當 到那個附近的那個接待的地方 接待的那個家庭 這個這一位是其中一位 後來這個他們釋放之後 他們也出來這個示威遊行 就是希望能夠釋放他們這個Gordon Adventure I'm sorry 剛剛是講錯 Gordon Adventure的 金色冒險號的這些成語 這應該是2021年 91的時候 我正好在五大道 36街的郊口看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川普 已經回到紐約 但是我看到怎麼那麼多人 擠在這裡 我想說這一定有什麼動靜 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窗 也拍到的窗 U.S.Open一直是我喜歡的一個題材 像那個程勇老師 所以常常的 那這個是我從那個很高的一個地方 大概用400的鏡頭 大概用400的鏡頭 那個應該是200到400的鏡頭拍的 我應該把這個名字表示這個 可是現在忘了 這是在頒獎的時候 後面這個是拿第一名 這是拿第二名 我想兩個表情都不一樣 已經好幾年沒有辦法回去 去U.S.Open 希望說不定 今年有機會還可以回去 這是朗朗 我覺得拍Portrait 是相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你怎麼樣捕捉到這個 比如說朗朗也好 或者是一些知名人物的他們的印象 這個 需要很多 用很多腦筋來想 這個應該怎麼樣 這個大概都是很多情況都是白白 可是你怎麼樣讓它更自然來實現 我覺得真的是不容易 就像這個也是一樣 你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作品 他藝術家的作品 跟他本人有些關聯 其中 這叫林世堡 他的作品 他的這個是一個他的作品 那 原來只是想要拍他的作品 後來我想說 我為什麼不能跟他拍他跟作品在一起 他本來有戴口罩 後來我想說 換了另外一張就是沒有戴口罩 這個是 I'm sorry 這個是 在Fraging開車行 叫萬里 萬里車行 我想後期有些人知道 我們都叫他會老闆 就 這個V 這應該是廣東 Anyway 就是 費 費就是 那個什麼 費用 你花多少錢那個費用 就加上會老闆 我這裡要提一下就是說 我喜歡在拍照的時候會想說 假定說我把他用一個版面呈現出來 好像在報紙上呈現出來 我的主題 我的其他的副題要怎麼樣 主要的照片 跟其他的需要的照片怎麼樣搭配 Even到現在我還是會這樣想 那 記得幾年前我們跟那個財經 跟David還有幾位朋友一起 展覽的時候也是用這個方式 這個不算一個成功的照片 這個不算一個成功的照片 雖然是 就是紐約 這段時間怎麼樣對抗這個疫情 那他原來在中國街的 那個Walker也沒有開一家店 後來就收起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收掉 然後 應該是去年3月的時候 他又到Brush來重新開 那 我為了配合我的這個 這個 所以我拍了這張照片 那當時是想要把他整個環境給拍下來 包括他用的這個工具 不過嚴格講起來背景太亂了 我不想大家都看得出來 這個 不是一個很成功的照片 Maybe應該是請他稍微往前 讓這個 這個背景就更 就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很淋亂的一個方 這個是講那個 Walker Street 大概2011年吧 這個是警察要來這個驅散 那這些抗議的人呢 就把自己給 用繩子給綁在一起 綁在一個樹上 那這麼一來警察要把 我一定要用一些方法來這個 把他們逮捕 那 在逮捕 這個他們的這個組織 這個真的是非常嚴密 這個人其實在幫他們 在每一個人手上寫兩個電話號碼 這兩個電話號碼就是給 假如說萬一你被逮捕的話 打這個電話給律師 律師會把你們保出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步驟 那你看大家都要被驅散之前 我是已經事先到了現場 那警察告訴在場的所有任何一個人說 你要嘛就離開 要嘛你就在這裡 那等我們要驅散的時候 你會被整個包圍住 不管你是記者也好 你是抗議的民眾 我們一定逮捕 要不然就是 你要嘛就現在就走 那我想到快結稿了 所以我想說 拍了比較算是比較重要的照片之後 我就趕快先離開 因為再進去就 基本上整個外面全部封鎖起來 你也進不了了 我的同事要來接班 但是他就被堵在外面 所以 有時候在從事新聞工作說 你真的這個判斷真的是很重要 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只會說你真的不知道 或者是說 太慢被告知了 所以你既然是知道 不管怎麼樣你要比警察 比任何人都要先到達現場 正是後來這個 Occupy City Hall 那兩個完全是有點模仿 那個Occupy Wall Street 但是 就 整個組織的也就不夠那麼嚴密 我想這個大家都看到這個 Georgie Brand 我這裡趕快秀幾張照片 就是我跟那個 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這個DOSA有一點接頭的攝影 這裡要強調是說 你看 No time to die 然後 它其實這是 零利器不會 這個 廣告這個手錶 那這個 No time 這個 當時疫情是已經 3月的時候已經開始很嚴重了 那 那 可是 只有 當 一開始的時候 戴口罩並不多 那 接頭攝影有一個比較重要就是說 你怎麼樣把這個 畫面更 弄得更簡潔 而且要 你的人物跟那個 背景的相關性在哪裡 這裡有一個鎖表 這裡有 time 那為什麼這更大有關係呢 就是 疫情很嚴重的時候是不是 剛才我們提到說 你 一開始我們也提到說 你怎麼樣 新聞攝影可以讓 幾百萬人都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 就是 第一位這個 正式接 這個 接受這個 疫苗注射 那 這邊是我自己拍的 那 感覺就太渺小了 一點 只能自己看做紀錄 這是我在疫情之間拍的一些接口的 這是 Flashen 這個我用那個 手機 這個 那個拍了 那 接到整個都空了 這是 Time Square 也是在 3月的時候 那 這邊重要的一個信 就是 NOW 出現了這個情況 那這個是在 Park Avenue 平常都是 很熱鬧的 那 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個人物 是戴著口罩 這個是 那個 也是在 44階吧 那 這兩個 面具跟這兩個人的 口罩 就是一個相互印的一個 是 啊 後來這個 雖然是 Rodfeller的那個 Rodfeller Center的 聖誕書 雖然有 也是一樣點燈 可是 被限制 只能在 隔了遠遠的地方 拍照 那 我就透過 不一樣的一個方式來拍 正是在 Math Street 五夜混的時候 有一個佛教堂吧 Anyway 他本來是掛了滿滿的那個 類似初度平安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裝飾 後來到五夜的時候 大概剩下幾個 因為有 可能被風啊什麼 吹走了之類的 那 這兩個為什麼會有關係 當然就是 很明顯就是要 祝福大家都 每一個人 出入都要平安 尤其在這個 COVID-19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這裡要趕快講一下 就是 華陸世代這些人都是 freelancer 我覺得這個對 我們 攝影協會的每一個人都一樣 都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是大概 這個是大概 這個是 那個 Russian連接的一個 那個火警 這個是 我想這個新聞應該大家都看到 那這個照片是那個 一個市議員的方式提供的 那 假如你在現場 你就是 你就拍的最 你就是最早到的一個 一個時刻 你就可以拍到更精采的照片 我這裡要簡單講一下說 這個是我已經 十點吧 快十點的時候我到了 那我拍類似這樣的照片的時候 大概會 會有幾個場景要 幾個鏡頭一定要 要把握一下 就是整個場景 假如你說我沒有這個教堂的話 這個教堂是在Flushing的一個地標 就是那個St. George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大部分人都知道 這個就是St. George 所以這個 在照片裡面一個地標 會是很容易告訴人家說 這個是這個地點 但是你 我們沒有辦法說 把這個時間給講出來 或者 當然知道說這是有佛景 那這個地點 或許也可以從這裡來告訴人家說 我 I mean就是告訴讀者說 我正是在什麼地裡 有不同的角度可以 可以 比如說這個 你可以靠近一點拍到 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 有消化員在這裡 要不然 就這個 這個照片就減弱了 它的說明性就減弱很多 有時候也要利用這個現場的一些 比如說這個水的導演 他們很喜歡你拍照 尤其是在他們 當然有些地方是不能太靠近 大致上都還OK 這個就是 你拍的前面當然 你可能不知道 這到底是什麼 什麼情況 那這裡很清楚 有時候告訴你說 這是美東商場 後面整個都燒破了 這個原來是一個 一家非常有名的這個 珍珠奶茶 所以我大概 當然說沒有 在現場你可以拍到 你可以看到 我為什麼講說這個 在網路時代 每一個人都是 那個 photographer 每一個人都是 freelancer 你看多少人在這裡 這個送外賣的 或許他就可以捕捉到最早 最早 最那個 一個很精彩的照片 這裡有很多人都在拍照 那 除了這些小鏡頭之外 我們也可以 把這個 火警的現場 跟民眾之間的關係 還有一些 跟警察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等於是 在一個場景裡面 我們多少 要可以 也可以做到的 一個 畫面 這是 剛結束的一個 Art Expo 我特別要提出來就是說 這些都是用手機拍的 這一張賣 好像1200 有三個人訂過 就是 這是我今天去 今天去那個 才36 馬口吧 在非常dow time的地方 所以現在手機其實就是 非常好的一刻 一個 另外一把劍一樣 我覺得大家對 應該不要擔心說這個手機 就 就一定要用相機 不能用手機 看對每一張照片都 只要很 用心來拍照的話 我想這個 就很好 OK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夢 不管 American dream 是什麼 是你可能要 這個 要那個 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好 今天 我不能走轉 我可以向前 我可以向右 那現在是紅燈 好那我就暫停一下 等綠燈 等綠燈一來 就是我 我就可以往前走 那也就想幫我去實現我的美工 我就 講到這裡吧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許老師 OK 很準 我現在是問題的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提出來 我先把大家的聲音 開 如果有什麼腰巢 你們自己可以開 如果你 我 現在我好像都開了 大部分都有開了 那我先 我先開始吧 我先問那個 許老師 你平常如果拍 掃街 用什麼鏡頭 你覺得最好的 除了掃手機 我現在用的鏡頭是24到105 但是 沒有所謂最好是什麼 就是說有時候看你要的題材 你碰到情況 當然 你身上要是能夠背 比較比如說有70-200 或者是一個廣角鏡頭 這是最理想的一個搭配方式 那假的 因為 現在就是 自己身體 沒辦法承受那麼重的那個 器材 所以我大部分現在用的是 我把它 從原來 Nikon 改成Sony 比較輕一點 然後用的是24到105 那 我也看到很多 比如說28到300 200 各種不一樣的鏡頭 這個 沒有 沒有一定的 一定的 就是完全是看你 今天要拍些什麼 那 還有一個問題 我就想說 那 幾乎跟我們很多 就是新會員的話 比如出來 出來掃街 幾乎用什麼setting 用什麼mode 用manual mode 還是用A檔 還是用M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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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 沒有 沒有 沒有一個規則 我的習慣是用manual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那是不是官圈自動呢 我都是看現況 當時的情況 來決定 就習慣 個人習慣 問一下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那大家那個 會員大家有什麼問題 大家提出來 我再問一個 就是這個問題 困了我很久了 你每次拍這個 少街跟新聞 就是新聞當然不行 我是說少街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問那個 你要拍的那個人的同意 還是偷拍啊 還是怎麼樣 我每次都有點膽子 我想這個是 對 每一個人的同樣會困擾 我會有兩個選擇 就是說 這個很難有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 你能夠經過他同意來拍 當然是最好的 那 這完全取決於說 你這張照片的目的是什麼 那因為 我拍了之後 我不會把它放在這個報紙上面 那就要必須 最好是說 能夠問出這個 這個被拍人的名字是什麼 那這麼一來的話 你當然 就是他 他要是 你怎麼拍我的照片 不經過同意的話 你當然不用 那 你一般我們假定說 不是放在這個 要公開 要公開 要公開放 我想這個就比較 比較無所謂 就是說你拍了之後 你不用 比較不會擔心說這個 他有這個 會 消向前的問題 OK 好的 那還有什麼會員有什麼問題嗎 你們講 如果是萬一沒辦法開的話 告訴我 我剛才剛開始的時候很多把你們的聲音關掉 現在你們自己可以開 來 有什麼問題吧 難得很難得我們有許老師那麼有經驗的 我可能講的太拉擦了沒有沒有一個 許老師講得很好 許老師講得很好 他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 許老師公布出來那些照照片的時候 那些記者 是不是也要經過對方唐突 你叫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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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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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 我認為就是看你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應該這樣講好了 就是 他出現在這張照片的 那個 比例有多大 比如說你完全focus在他身上 習慣上面 就應該要 知道他的名字是什麼 這是最保險的 不會有牽涉到 那個消向前的問題 假定說你拍的照片是比較 好像有十幾個人在一起的話 這個他要說你尤其是你在街上的話 這個你能是你已經曝露在一個大眾的情況之下 你拍的話就比較不會有這種消向前的問題 但是呢 假定說太偏重於個人一個人的話 最好是經過他的同意 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 問他的名字 那一開始我剛到紐約來的時候 我是這麼做 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就這麼教我 就是這麼 而且就是 都要這麼做 那大概做了一兩年之後發現 哇這個好像 尤其是對新移民或者是華人來講 他們就 不太喜歡你被 他被拍照 所以 相對的就是一些這個 在地的這個 白人或者是 本來就在這裡生活的 會比較 容易接受 但是偏偏我沒有 我又是在華人媒體裡面工作 他變成說 我這方面就比較困難 尤其要問他們名字是什麼時候 這個尤其是很多年輕的 就是 根本就 不會讓你 有機會靠近他們來拍照 謝謝老師 所以說有時候我也是這個 會有接到這個電話來抗議說 你 你怎麼把我的照片給登出來 也曾經有過 好的謝謝 還有什麼問題呢 抓緊時間已經九點 九點多了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清老師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是 我也很喜歡照拍 但老師覺得已經錯過了精彩的外面 像你剛才有一張照片 就是被 那個歹徒打死的一個人 你就很聰明的到屋裡面 就是拍到那個彈筒 他的家屬剛好 看著那個彈筒 這張照片是非常的正貨 所以像我們的示威 都沒有像你一樣 就說 哇 意氣 就說怎麼樣 以後是怎麼樣 我們就少了這方面的知識 那一半是 什麼感覺 然後可以 怎麼準備好一些呢 這個是可能是 講直接一點就是經驗 要有一段時間的經驗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到裡面 其他人都不會想到 這個可能就是經驗的問題 我想是這樣講會 可能你會覺得說 好像誇張一點 事實上就是這樣 那 假定各位將來有 有機會 或者是希望 能夠跟 好像 跟做一些跟新聞社有關的話 我曾經有這樣想過 哪一天我可以到真正的現場裡面 大家 或許來做一次看看 太好了 希望有機會可以跟徐老師 去扛相機去跟拍 謝謝 真的經驗很重要 對 我覺得是這樣 謝謝徐老師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 那再次謝謝徐老師 不敢 不敢 謝謝 也有機會跟分享 我講的不是 有些不清不楚 非常好 已經很好了 因為其實攝影真的是有歷史價值 非常好 隨時聯絡沒有問題 可以 非常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還有大家要記得 我們再過兩個禮拜 就有陳勇老師幫我們講的 陳勇老師幫我們做的講座 陳勇老師幫我們做的講座